调查后得出及时向公众进行报告 目前的话我们重点将对驾驶舱封挡玻璃破裂的原因进行深入调查 根据我们目前调查了解的情况呢 当时飞机正在9800米的高空巡航阶段 面对前封挡玻璃脱落 飞机施压的突发紧急情况 以及随之而导致的驾驶舱低温低压高噪音大气流这种极端环境 机组能够果断应对临危不乱 正确处置安全驾驶飞机在成都落地 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就充分说明了机组具有很高的职业素养 这也正是民航局现在正在狠抓的机